曾經車輛漸騎水花 神農路上混濁的黃色泥水 幾乎很難看出來這裡原本是條馬路 也因為積水太深了 導致兩線道變成了只有一線能通行 車輛全擠在一團 不只高雄積水不退 甚至還傳出屏東三地門出現龍捲風 還好只是誤傳 根本是去年墨西哥的龍捲風 但中南部民眾想看到太陽露臉 恐怕還得再等等 從電量降雨預報圖可以明顯看到 整個西南部與台東地區累積雨量 可以來到200毫米 一直到週四才會稍微趨混 待人得流星南部和東南部 會出現絕不大雨 而關島東方海面上 今年第21號颱風燕子 未來五天不會對臺灣影響 週末可能北轉往日本前進 目前的資料上來看 對我們並不會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後期的話 在二號三號之後 還是要特別注意 對我們的北部東半部 跟恆春半島 可能會有長浪的情況上出現 想回到穩定好天氣 至少得等到週末才有機會 天氣好了災民還得努力重建 恢復正常生活 記者夏軍臣 這些為N小組台北報導